617集 墨天歌等人没有一丝迟疑 退离树部 杨成姬也没有犹豫 鬼面完一招 原魔之气又飞快地向着黑人上去 我们走 清晰说 这里对我们不利 留在这里反倒拖累他们 四人一兽飞速前进 毫不练习的各式手段 只要不腐蚀到自身和本命法宝 其他法宝是顾不得了 毁宝总比毁人好 而这道 黑水所化的人虽有些微灵质 却远远不及人类 被杨成姬的鬼面凡连连刷中 就手忙脚乱起来 念无伤见着 提起拳头 聚起原魔之气 一拳打出 他本是午休 这一拳力量十足 一拳下去 黑人隐身而碎 却仍旧化成无数的黑色水滴 四散开去 他与杨成姬 沾了一小花 只见周围的水滴 仍然四处游荡 舒染间一道人领 在他身后汇集完毕 站了起来 后面 杨成姬喝倒 鬼面凡一刷 一道原魔之气 向那黑人击去 念无伤转身 仍旧一拳打出 将这击碎 这样不行 我们倒不死他 杨成姬 眉头紧紧的 跌在一起 走 念无伤点点头 毫不迟疑的 跟在他身后 向前飞奔 他们走不多久 就看到了 先走一步的 墨天歌他们 他们被三五个 黑人围住了 四人一兽 正一边抵挡 一边跑路 给他们断后 杨成姬说 鬼面凡连刷 一名黑人 很快被他刷牢 念无伤点点头 你们走 四人一兽 也没客气 解决了两个黑人 其他的丢给他们 赶紧离去 等他们跑没隐了 念无伤一拳击碎 一名黑人说 谢谢你 杨成姬目光一动 谢我做什么 谢谢你 愿意相信他们 念无伤看向他笑 原本 你自己先过去 我们也说不了什么的 杨成姬 趁着敌对之机转身 苍白的脸庞 有些不自然 身影却冷定 不是只有你 才可能有朋友 念无伤一愣 下一刻 嘴角弯了起来 身影也带了几封欢快 是我多话了 抱歉 两人不再多说 将这几个黑人解决 再度去追赶他们一行人 赶到之时 仍然是那一幕 他们被庶民黑人包围 而且 人数越来越多 众人都有些无力 有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这些黑人 一打就变成水滴 水滴过一会儿又能化成人 而他们空有一身修为 法宝 却因为生怕被腐蚀 而无法全力出手 只能这么一路跑 由念无伤和阳沉积断后 远处有身影传来 石头的身影慢慢靠近 看到他们站与黑人搏斗 十分惊讶 而后上前 一推一扔 一名黑人 就被他摔成了水滴 再推再扔 树袭之间 黑人被清扫一空 诱人一瘦 都有些发愣 这 他们一干 号称天才的原因修饰 外加血统高贵的神兽 居然 比不上一头 还没化形的妖兽 有石头带着 一干人 很快出了溶洞 直到看到熟悉的巨石铺地 众人才松了口气 怎么不会再有问题吧 墨天哥说 却小心地没有挪动脚步 应该没有吧 菲菲有些心虚 他有石头护着 通过溶洞时 根本不曾见过黑水化形 也就以为不要打架 结果他们竟然通过时 险些被困在里头 如今说这话 十分的没有底气 墨天哥不知他弯弯绕绕的心思 还是小心谨慎地 放出人偶 前去一室 面目僵硬的人偶 提着扶身剑 一步一步跨进寂妙的通道 走了三五十丈远 没有任何动静 众人提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相比起其他纪妙 玄武的气息要成年得多 除了纪妙本身的厚重古朴 只隐约透出 安然浩大之意 玄武 属水 坎卫 太化生 同受万灵 其本体为龟蛇合体 象征福泽绵延 与其他四年相对 青龙象征包容与生机 朱雀代表热烈与活力 白虎包含杀伐与暴力 玄武则是融合与福泽 他的气息并不强烈 因为天下之水 无处不在 却潜于万物 他的气息也不伶俐 因为水之特 在于滋润万物 只是 这玄武纪妙 与另外的纪妙 又有不同 他的玄武之息 并不是那么纯粹 怎么会这样 秦熙第一个发觉不对 不论是墨天歌 锦行指 还是飞美 他们虽然得到了神兽之息的传承 化用都不及他 他是唯一一个将朱雀之息 完全与自身结合的人 所以他对神兽之息感受的更直观 神兽之息的特征 就是他高于现今修仙界所存的一切气息 因此 最为纯粹 可玄武纪妙 虽然也好打神圣 却似有若无 有一股杂气 怎么 锦行指 马上来不觉得问 你不觉得 玄武之息 并不纯粹吗 秦熙横了他一眼 以前香蕉不太深 还不觉得 如今锦行指在他面前不装了 才看出 这家伙 聪明倒是聪明 在他们面前 就不爱用脑 仔细想想 锦行指这种人 若非完全信任 岂会如此 回想当初 他虽觉得锦行指 是个可信的人 却十分不惜他的举止 作败 没想到 数百年下来 自己修为越来越高 昔日固交中 只有一个锦行指 一起走到了原因 想到这儿 清晰心气平了些 玄武 与其他祭妙 存在明显的不同 白虎的旁边 虽然也有鬼尘 却没有丝毫鬼迹一处 因而 并不受影响 朱雀中 虽有魔器 但那是属原魔是非的 朱雀之息 和原魔之气 互不干涉 而玄武 明显 已经被其他的气息 影响了 为什么会这样 众人无语 众人无语 废话那么多 走了 灵物商一马当仙 跨井寂庙 墨田哥紧跟在后 经过锦行指时 停了停 以看女婿的目光 上下一打亮 长得还可以 就是年纪大点 静行指 嬉皮笑脸 哼 年纪大 有年纪大的好处 岳母 我那未婚妻 什么时候出事 同样是整齐的巨石 玄武奇妙的 四字偏暗 带着微凉之气 而在这凉气之中 又混杂了许多 说不清的气息 墨田哥眉头皱了皱 这些鬼羞 到底在此有多久了 把玄武之息 都腐蚀了 最起码 有十几万年了吧 念无商说 无忧谷是上古一记 会埋着如此多的尸骨 只可能是上古崩塌之前 林云鹤赞同 不错 无忧谷 在上古时动天伏地 所以我猜测 要么上古时被封存 要么就是上古结束之时 毁天灭地 这些人 都死在了地裂峡谷中 十几万年 无数的尸骨 使得地裂峡谷中 死气聚集 渐渐地成了一个鬼羞的世界 而因为改天换地 空间崩塌 昔日的洞天伏地 被污秽之气所孤感 这些鬼羞 失去了灵智 成为行尸走肉般的存在 众多气息的融合 变成了一个新的气息 渐渐地腐蚀了这里的玄武奇妙 年生日久 玄武奇妙 变成了如今的情形 走过宽阔石道 迎面是厚重的石门 上面刻着玄色的涂毯 还有密密麻麻的圆不壁画 肃穆而幽远 众人推开石门 强烈的神兽之息 扑面而来 看到宽阔的大殿 粗大的石柱 镜头是一座 沉默矗立的雕像 巨大的龟上 盘着一条玄蛇 他俯身看着他们 目光冷漠淡薄 我们还是出去吧 杨成记低声说 灭无伤点头 此处神兽之息太浓烈 我们还是避开比较好 你们小心 墨天歌回头 月影魔君 既然知道妓妙的存在 八成也寻到了新落成的旧人 随时都可能进来 二人咽了一声 出去了 转回头 却见林云鹤若有所思 墨天歌问 令道友 可有什么不妥 林云鹤道 当年新落成 被夜双魔君连根拔起 几乎无人逃过此势 几乎无人逃过此势 怎么那么巧 天蚕道友和月影魔君都遇到了幸存者 墨天歌 墨天歌神色素然 你的意思是 他亲身道 只怕 这根本就是月影魔君的圈头 林云鹤话音隐落 墨天歌就觉得外头不对 他修炼了 炼神诀 神识敏锐 随后就发觉 又有人 进了几庙 而后是秦夕 进行之的人 私人 面色沉重 小凤也簇着眉 他们先知 林云鹤猜测的 八成是真的 他们有石头带着 到此处尚且这般艰难 这才一会儿时间 就有人来了 可见 早就准备好了 些闹东西 跟聂羊两位道友会合 秦夕说 众人点头 当下飞快地从大天退出 往后寻去 墨天歌抽空 给聂无商发了传言符 让他们快快反来